为了因应网络和媒体汇流的趋势 政治大学推出Euronews 未来公民媒体实验计划 与中央通讯社雅虎齐摩签约合作 要让网友看见新世代的创意新闻 这样的一个结构 可以讲是前所未有 因为过去一个网络 跟一个通讯社 跟一个新闻 起来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显然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了 政大新闻系是台湾传播学界的龙头 也是新闻记者的摇篮 一举一动都具有指标性意义 这次早上每个月浏览人数 破千万的雅虎齐摩新闻平台合作 预计未来至少有800万网友 可以看见Euronews的新闻作品 为本2.0大家已经强调了 就是公民的新闻 所以我想这个也呼应我们 其实更重要 将每个网友送 公民的新闻大家期待的 其实更多更多更多元 Euronews计划即将在11月6日正式上线 政大大学报每周将精选十则新闻 经过中央社的编辑改稿 在上传至雅虎齐摩新闻专区 与读者见面 当时回到学校里面 希望能够 学校能够进入学校 这些训练 个人比较期待的平台会是Yahoo上面 因为我觉得Yahoo上面就是大家都会去看 就算不见每个人都会点进去 可是至少那个标题 或者是我们是有那样子的平台 可以帮我们有一个这样发挥 Euronews是台湾产观学界首度合作的 新闻媒体开发计划 也是中央通讯社和Yahoo齐摩 第一次将网路平台开放给校园媒体 是否能就此颠覆台湾的媒体环境 颇受外界期待 中央社记者周冠宏 陈柏华台北报导 中央 陈柏华台北报导